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 中国嗜邪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80周年专题节目 我心中的人民敬请期待 天字的声音3D时期预告来咯 最期待的周深本期将会和胡海权合作歌曲《情歌》 这首歌曲是梁静茹在2009年发行的一首单曲 期待520小白周登场的小情歌 光是湖泊泥泪一滴滴 被反锁 情书在不朽 也抹成沙漏 我们动作前卷胶片 重播抹遍 定格一 我们在告别的眼成为 礼貌的魂蝙 可是那人后能 还好我要 静静的 静静风着 哭着笑着 我的 天长地久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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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一阵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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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一场地久 永远 周深曾经在采访中说 我只是一个唱歌的 后来他在offer中说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歌手 我只是一个唱歌的 表达的是自己的职业 是对自己职业的热爱 也是一种谦逊低调的态度 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歌手 则多了一丝无奈 一丝恳求 一种压力 其实歌迷期待歌手 呈现更好的舞台 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当我们把心里 设置的超高标准和超高期待 强加在他人身上 并要求他必须做到时 就不是对偶像的爱 而是变成一种残忍了 被冠以爱之名的超高期待 会让人窒息 在小破站跨年晚会的花絮里 主持人问周深 今年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表演 因为去年的千语千询 惊艳而全网 周深说别着急 到时自会分晓 随后却表示 有没有办法稍微降低一下 他们的期待值 这是我现在比较想做的事情 这就是周深的清醒和通透 周深的实力 无需质疑 唱功 唱商 艺术审美水平都很高 优秀的作品也数不胜数 赖舞的水平也很高 长时间听他的歌 心中对歌曲的期待标准 也就自然提高了 而且周深歌唱时的大量细腻处理 一触即发的共情处理 会把粉丝的耳朵慢慢的养掉 有网友这样形容周深 至深浩瀚宇宙里的我们 听到他的歌声找到了归宿 就像海鸟会俯身贴向海浪 寻找鱼儿 像日落会追逐日出的光芒 我们步履不停 寻找他声音来自的方向 周深是普通 却又极不普通的歌手 但一个人能带来的惊喜 总归是有限的 再有才华 也有弱点和短板 再坚强也会累和痛 所以他说有没有办法 可以稍微降低一下 他们的期待值 周深是通透的清醒的 他庆幸自己不是一夜爆红 而是慢慢的爬上来 所以他更加明白成功的不易 在网络铺天盖地的赞美之词中 周深总能找到那些不一样的留言 虽然这些声音有些刺耳 但周深却凭此 让自己始终清醒不迷失 也让自己更努力更进一步 面对质疑 他不曾逃避 而是直面面对 用实力去粉碎 其实有的时候 宁愿粉丝看待周深时 能带上厚厚的滤镜 只要他唱 不管是否惊喜 都会觉得他很棒 虽然会被路人和理智粉喷 但那又怎样呢 他唱得开心 轻松 不累 我们听着高兴 书星 皆大欢喜 何乐而不为呢 这听说 他唱得很棒 这个梦 李星 这也很棒 不仅 还很感觉 我们 都发现 都发现 不origine 一个人 I don't think I'm going to be 你們是不是其實已經 先知道歌單了 你的演技真的很差 剛才Amber帥嗎 我帥嗎 我說Amber誰更帥 你們是因為Amber沒有在這裡吧 等一下我會把這一段單就傳給Amber 我就知道 完了我們跟你摔那麼一丟丟 那接下來這首歌 應該說是很多人印象當中的就是 所謂印象當中的周身完全相反的一種 你們不是不知道我要唱什麼歌嗎 你們的演技真的好差 那這首歌也是很多人說 非常非常想聽的一首歌是嗎 那也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 那最獨一無二的那一個自己 然後也希望你們今天 來到這裡都能夠非常開心 然後也不忘此行 但是你們也希望能夠記住一件事情 就是能夠讓你們不需此行的 除了我還有你們自己 所以一定要天天開心做更好的自己 做那一個不群的自己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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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爱她 你很永远 并不难以继续 我还是个人蒸发 心里的梦 你泪水坚强 今生我